在前南斯拉夫共和国有一座教堂的壁画描绘的是马克思共产主义运动创始人在地狱中受苦 对此有评论指出马克思创立的无神论邪说造成人类道德败坏以及超过1亿人非正常死亡 这正是实现了马克思年轻时对魔教的承诺把人类拖入地狱 GPBC中文网报道 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黑山境内一座教堂的壁画描绘了 共产主义运动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在地狱受苦的景象 而在黑山还有一座修道院内的壁画中 也显示希特勒、列宁、铁托以及背叛耶稣的犹大一同在地狱受罚 基督徒们对这些人给各民族带来的灾难 对他们一种愤怒的表达 也提醒大家不要崇拜这个偶像 据共产主义黑皮书记载《共产主义运动》造成至少1亿5000万人非正常死亡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马克思传》中写道 马克思年轻时酗酒、打架,并因此被学校关禁闭 马克思1851年与女佣海伦生下一个私生子 为了共产主义同盟的生育 马克思把私生子交给单身汉恩格斯抚养 恩格斯在临终前在一个纸板上写下 弗莱迪是马克思的儿子 据了解苏共领袖列宁有两个婚外情人 据东德博物馆记录 列宁死于梅毒 而中共领袖毛泽东玩弄女人无数 并且故意传染性病给女伴 马克思声称他一生中最痛恨那些剥削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资本家 不过马克思本人一生却依赖身为资本家的恩格斯 据马克思学院资料 马克思从恩格斯那里获取大约600万法郎 翻开马克思的信件 马克思在他妻子伯父去世时给恩格斯信中表示 他妻子伯父的死亡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因为他妻子可以分到100英镑 但马克思却骂妻子的伯父是老狗 并且说如果不是那条老狗把过多财产留给他的管家 他妻子还能得到更多 马克思与他母亲也从不讲话 他母亲去世时 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也只是关心遗产 马克思在信中写道 现在看来比那个老女人更重要 他要动身去接收遗产了 马克思在他的所谓著作中写道 他们要针对宗教、政府、国家、爱国心的所有主流观念发起战争 而列宁则认为必须使用所有诡计、阴谋、隐瞒、狡诈、非法手段、隐蔽手段并掩盖真相 据马克思《承蒙之路》记载 马克思年轻时是基督徒 学生时代后期开始背离基督教痛恨人类 企图于上帝平起平坐 渴望向上帝复仇 比于撒旦签约、出卖灵魂 打上撒旦印记的马克思 发誓为撒旦代言把全人类脱下地狱 在中国大陆大家经常听到死后要去见马克思 所以大家要想 其实马克思他不是在天长 因为他的学说使人类道德败坏 那么他要遭到天前的话 那他肯定要在地狱 你活了信的他死了以后 你必定要去见他 就是说跟他一同下地狱 所以说赶紧摆脱共产学说 自救才有出路 据美国大军退党网站记载 截至目前 已经有超过1亿5000万中国民众 退出共产党的少先队 共青团和共产党组织